专业专会并访问拉美四国 发起中国拉共体论坛 如何进一步加深中拉关系 政治卫视特牌记者带来独家观察 中拉之间的关系呢 也正是从这一杯 利酒弥香的茶叶开始 苦心经营拉美 美国设立拉美国家军警培训学校 课程为何包含执行秘密枪决 如何游记恐和信 这所被拉美各国称之为 是政变者培训基地的美国军校 究竟给拉美国家带去什么 我来自中国外交部 曾常年在中国外交部 和驻外大使馆工作 为你分析各方的立场 观点和看法 我是周景星 去年底美国国务卿克里突然宣布 终结美国坚守近200年的门罗主义 美国将以何种方式 介入拉美地区事务 古巴前领导人卡斯特罗 友人将试学为您独家观察 我从事拉美研究34年 与卡斯特罗等多位拉美国家领导人 有过进一步的接触 我为你解读他们对中国的政治印象 我是江思群 中国与拉美走近 美国为何总是绷紧神经 来自香港的投资 为何能够刺激美国总统小布什 亲自游说阻止 我来自台湾 从台湾的角度隔海观察 中国大陆在世界外交舞台上的挥洒 会有另一番独到见解 我是李建兰 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零 中国全方位外交如何布局 关键洞察力即刻播出 索临关键要素 洞察前言后果 这里深圳卫视关键洞察力 我是雅 几个小时以前金砖峰会刚刚结束 习近平主席明天起即将展开 对巴西 阿根廷 委内瑞拉和古巴的国事访问 拉丁美洲这一片离中国遥远的土地 其实却也和中国早有渊源 其中故事 我们请长期研究拉美问题的 江石学先生为您讲述 拉美确实离我们很远很远 前不久我去巴西访问 从离开北京的家 到进入里约瑞奈楼的旅馆 路上我花了32个小时 但是地理上的遥远 并没有影响中国与拉美之间 有来已久的友好交往 有人甚至认为 最早发现美洲新大陆的不是哥伦布 而是中国航海家郑和 1960年9月2日 古巴与我们建交 成为西班囚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 当时与中国建交的国家非常少 委内瑞拉总统 查维是生前多次访问中国 可能那时候 他是访问中国次数最多的外国领导人 查维是甚至还能背诵一些毛主席的语络 阿根廷 这一管支持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 同时坚定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 随着2014世界杯和第六届金砖峰会的双双落幕 巴西向世人展示了桑巴国度惊人的国际赛会承办能量 而在这个繁忙的夏天 喜事却不止一桩 再过一个月 中国和巴西又将迎来建交40周年的大日子 而才在这个节点到访的习近平 更是一踏上南美大地 就感受到了浓浓的喜庆氛围 本月17号习近平主席将展开对拉美四国的正式访问 而第一站就是巴西 热情奔放是这个热带国家给世界的第一印象 世界杯的举办更让这个足球王国举国沸腾 而中国与巴西关于足球也有这一段因缘忌讳 1993年 22名中国少年远赴巴西 开启了中国足球第一次留学之路 在中国历史上 通过选派少年留学一乡 借以提振中华的做法早已有之 譬如12岁刘美的詹天佑 后来成为了中国铁路之父 使得中国造铁路不再仰仗洋人 而这22名远赴巴西的中国少年 同样怀着振兴国足的梦想 而他们的方式是学习巴西原汁原味的桑巴足球 相比种在中国人心底的这颗巴西足球种子 一颗更古老的种子则在200年前就已经飘洋过海 在巴西生根发芽 这就是中国茶 第一批中国人来到巴西 他们的到来也把中国种茶技术和茶叶留在了巴西 从此之后 巴西人就把中国茶叫做沙 那中巴之间的关系呢 也正是从这一杯历久弥香的茶叶开始 19世纪初 当时葡萄牙王室为了避战乱前移至巴西 为了发展殖民地的农业和商业 摄政王若昂六世从中国引进了茶树 同时还招募了大批的中国茶农到巴西种茶 据史料记载 这批茶农多来自于我国的湖北省 中国有茶盛之称的陆宇就是湖北人 他的著作《茶经》更是详细描述了 采业主水品名饮茶的中国茶道 当时巴西的统治者对茶农要求很高 不仅要会种茶还要懂备茶 在此后的50年里 不断有中国茶农被招募到巴西 他们成为最早定居在巴西的华人 而中国的茶文化也逐渐流传开来 一度成为巴西的国饮 在1873年的维也纳博览会上 巴西茶荣获第二名仅位列于中国茶之后 不过巴西等南美国家喝茶的方式和中国并不同 比如喝马带茶时 他们会用吸管来喝 而且是数人轮用一根吸管 共饮一壶茶 尽管带去了种茶制茶技术 但是最早到达巴西的华人茶农 禁于并不好 有的甚至受到了奴隶般的虐待 直到19世纪末 清朝和巴西使团互访之后 巴西政府才正式为此向中国茶农道歉 并且特意在里约热内卢的 地鲁卡国家公园修建中国亭 该亭为双层宝塔形状 在佛教里面 宝塔玉有赎罪还愿之意 1995年 巴西成为第一个和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中国家 与此同时 巴西的华人地位也大幅提升 2012年12月10日 巴西国会在首都巴西利亚举行了 纪念华人移民巴西200周年特别大会 并且发现了纪念邮票 现任总统罗塞福 则在当年的中国农历春节时 给巴西华人书写祝福 信里面说 自19世纪第一个中国移民抵达里约热内卢之后 巴中两国人民就开始在巴西一起生活 这种共存标志着两国之间的相互尊重 巴西人民对中国人民为巴西发展做出的贡献 心怀感谢 在推进中巴关系交往中 巴西女总统罗塞福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 而他本人也被称为是巴西的政治奇迹 而作为第一位巴西女总统 罗塞福的人生充满传奇 罗塞福本是一位富家千金 在年轻的时候崇尚革命 甚至还加入了城市游击队 声称要用枪杆子推翻军政权 为巴西人创造新生活 他因此蒙受了三年的牢狱之灾 出狱时 罗塞福刚刚25岁 他此后进入了政府部门工作 因得到前总统卢拉赏识 被钦定为接班人 而就在胜选之前 他还饱受淋巴癌的痛苦 而不得不戴假发 罗塞福上台之后 一直积极发展对华合作 当选总统之后不到半年 罗塞福就到访中国 并宣布巴西一批大型基础设施项目 向中国企业开放 其中包括今年世界杯足球赛 和2016年奥运会的场馆项目 同时还明确提出 希望中国参与巴西的高铁建设竞标 在拉美国家 有传奇故事的领导人不在少数 而在他们当中 很多对中国都怀有着真挚的情感 中国人熟悉的古巴前领导人 卡斯特罗就是其中之一 我们请与卡斯特罗 有过近距离接触的 江石学先生为您讲述 卡斯特罗眼中的中国 2004年9月 我在访问古巴的时候 曾经有心得到古巴领导人 对到卡斯特罗的亲戚激见 卡斯特罗和爱可亲地 与我们每一个人握手 还说对不起 让你们久等了 他住下以后 工作人员给他送了一杯咖啡 据说当时他还没有吃晚饭 而当时已经是晚点多钟了 卡斯特罗十分健谈 他一口气说了两个多小时 卡斯特罗对我们说 古巴人民热爱中国 欣赏中国的经济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 他还感谢中国 在古巴经济困难的时候 提供了慷慨的援助 他说在哈瓦那等地 到处都可以看到 中国无上援助的自行车 哈瓦那跟北京一样 也成了自行车王国 领域的时候他给我们代表团每位男士 送了一盒古巴雪茄 给每位女士送了一束鲜花 1989年 时任外长钱其琛作为古巴革命之后 第一位到访的中国外长 受到了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的热情接见 欢迎宴会之后 两人常谈到其他客人都已经散去 据钱其琛在外交实际中回忆到 当时卡斯特罗还意犹未尽 干脆将他请到了楼上办公室里面 继续交谈 一直到深夜12点钟 钱其琛回忆到 卡斯特罗主席对中国兴趣的广泛 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的问题一个接着一个 几乎无穷无尽 对于我的介绍 卡斯特罗主席听得很入神 昙花到了深夜 他仍旧丝毫没有倦意 后来有人对此很好奇 问我们的西班牙文翻译 卡斯特罗主席和中国外长都谈了些什么 翻译幽默地回答说 十万个为什么 2004年11月 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古巴 而就在此前一个多月 78岁的菲德尔·卡斯特罗不胜摔伤 左膝盖骨骨折 碎成八片 但是他坚持要亲自举行最高仪式 欢迎中国领导人 而这一仪式当中 就必须包含演奏古中两国国歌 卡斯特罗在警卫的帮助下 从轮椅上站起 这是他摔伤以后第一次站立 最终他强忍着两分钟的疼痛 完成了仪式 令在场的所有人感动不已 而在中国 同样有很多人对于古巴怀有美好的感情 正如那首在中国流传甚广的 古巴民谣所唱的那样 其实中国在拉美地区的建设和投资 也一直未曾中断 联合国拉加经委会国际贸易与经济一体化部主任 奥斯瓦尔多·罗萨莱斯表示 过去十年对中拉关系来说是伟大的十年 中拉关系特别是经贸关系所取得的发展 令人惊叹 奥斯瓦尔多表示 过去十年拉美地区国际贸易版图发生了巨大变化 而中国在这期间 已经从当初的拉美地区的边缘贸易伙伴 转变为该地区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进入21世纪以来 中拉经贸额由不足150亿美元 迅速攀升到了2013年的2616亿美元 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 拉美对其他地区的出口出现了下滑 唯独对中国的出口保持了增长态势 而另一方面 已经有12个拉美国家开设了 25所孔子学院 10所孔子课堂 为增进拉美人民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提供平台 有观察指出 孔子学院的建立也有助于拉美人民对中国的亲切感 江江我们知道您跟拉美国家比较熟 我们想知道巴西在拉美国家当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巴西经济总量占整个拉美33个国家经济总量的 大概三分之一 所以由此可见 巴西在西班囚在拉美的地位是非常显赫的 巴西人他有很高的雄心壮子 巴西人说上帝就是巴西人 但是我认为巴西现在还是一个地区大国 很难算是一个世界性的大国 如果我们把大国分成两类的话 像中国美国这样的完全是世界性的大国 我觉得巴西现在还只是一个地区性的大国 周先生补充吗 我们中方的是非常重视巴西的 他在我们的外交棋局当中也是非常重要的 比如说我们常驻巴西的大使馆 是国外使馆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使馆 我们驻巴西的大使是原来的我们外交部的副部长 李金章先生来担任 那么是一个副部级的大使 我想这是从一个侧面表现出 我们对巴西的重视 同样也表明巴西在我们以及在全球的这个 周先生其实这一次习近平访问 拉美国家是他当选国家主义之后第二次访问 这两次行程的安排有什么不同 另外就是这么密集的访问 是想透露什么样的讯息 我们领导人出访的一般的这个行程 都是提前相当长一段时间开始做计划 比如说今年可能就做明年出访的计划 那么一方面就是要有一些必须参加的国际会议 另一方面是要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和双边关系发展的需要 来确定哪些国家要列入到今年的这个出访计划当中 那么这两次我觉得它有一个共同点 这两次访问的共同点就在于它的主题都是一样的 都是为了加深双方之间的理解了解和互信 推动双方的务实合作 那么这次访问从去年相比呢 有多了一个更重要的任务就是举行中国跟拉美国家领导人之间的会晤 那我们要注意到去年它是访问三个国家 千里达 墨西哥 哥斯大利加 而且访问完了是到美国跟奥巴马见面 那这三个国家都是跟中国有邦交的国家 可是这一次呢 它会在整个加勒比海那个会议会会有很多 但是它会在这里跟这些见面 所以这就是说在整个来讲 美国跟日本会会注意到的一个地方 上次是中国的朋友拥抱中国 这一次是美国的朋友要拥抱中国 所以这个就是说它这是一个很维密 而且这次玩意它并不到美国去 是到别的地方去 走在拉美国家的街头 你可能会看到人们穿着这样的一款T恤 它的胸前呢 印着是美国佬滚出去 而后背却写着把我也戴上 这个有点黑色幽默的小段子 可能恰恰就反映了拉美人对于美国的那一份复杂的情感 同为美洲国家 美国与拉丁美洲的关系 为何从亲密走向深疏 甚至是反目呢 美国人曾将拉美视为自己的后院 那么拉美人又是怎么看待这个庞大的邻居的呢 2012年4月 来自31个美洲国家的领导人 在哥伦比亚举行第六届美洲国家首脑会议 结果会议还没有开始 媒体的版面就被一则性丑闻抢了头版 在美国总统奥巴马抵达哥伦比亚的前夜 先期被派往当地酒店负责安保工作的11名美国特勤人员 将多名妓女带回了房间 并且彻夜闭关 第二天早上 在妓女离开时 一名美国特工想来账 引发了双方纠纷 最后由哥伦比亚警察出面调解 美国大兵才甩前走人 身负维护总统安全和国家形象重任的美国特工 做出如此荒唐的事情 在哥伦比亚人看来 就是因为美国人在哥伦比亚 就跟在自家后院一样 非常的放松和有优越感 在哥伦比亚 很多美国军事人员都享有外交豁免权 赖账在他们看来就根本不算什么问题 而法新社则评论称 事件放在十年以前的拉美或许都不算个事 但是这一次的被广泛关注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拉美人对美国态度的转变 这里不再是你们的后院 所以请你们检点一点 在拉美人眼中 美国的存在是他们过去 现在乃至未来必须面对的现实 1823年 美国第五任总统詹姆斯门罗提出 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的门罗宣言 其主要意图是反对欧洲列强干预拉底美洲事务 将拉美化入了美国自身的势力范围 从此 美国历届政府对拉美的基本方针 都是干涉扩张和称霸 拉美国家起初也寄希望于这位北方强林 能够用它辽阔而有力的翅膀遮蔽南方 但不料却沦为了美国不断干涉与压榨的后院 可以说 拉美是支撑美国不想全球霸权的起点 很长一段时间 美国是拉美国家为它的后院 在经济文化以及各个层面 都爆发过强烈的冲突 然而今天 在巴西圣保罗的这一家电影院 我们看到 更多的档期 还是被美国大片所占据 而掏钱买票的 很多都是巴西的年轻人 在美国文化强烈入侵的背景之下 巴西以及拉美人 究竟对美国抱持着怎样的一种看法 值得我们进一步观察 为了在文化上提高拉美国家 对美国的认同 美国通过形形色色的教育援助 来影响拉美的精英 例如芝加哥弟子项目 从1950年代中期开始 美国芝加哥大学 设立了一个经济学教育项目 他们先和智利天主教大学合作 改造智利大学的经济学教学大纲 并且从本科毕业生中 选送优秀分子到芝加哥留学 这些学生获得学位之后 重新回到智利任职 到1964年 智利从高校到政府部门的 经济学家和金融主管 几乎全都能够找到 芝加哥弟子的身影 除了教育以外 美国还很注重 培养拉美国家中的亲美军警 隶属于美国陆军 设立在美国佐治亚州 贝宁堡的美洲军事学院 先后为拉美国家 培养了近6万军警 来自拉美各国的军人 在这里接受 美国陆军特种作战司令部 教官们的全套正规化训练 训练的科目主要有 反游击战 步兵战术 军事情报 缉毒行动和特种战术 其重点是战斗技能培训 但据媒体披露 美洲军事学院的特种战教官们 所传授的科目 可远不止这些 从1996年被公开的 7本美洲军事学院的 训练手册内容来看 居然有传授如何执行秘密枪决 如何寄恐吓性 如何抓受控对象的亲朋好友 作为要挟 迫使对方就范等等 这些训练内容 令人们感到震惊 使得美洲军事学院的 真实面目大白于天下 据媒体统计 美洲军事学院 培养出来的优秀学员 不断地参与军事政变 和贩毒活动 1997年4月 遭国际通缉的 原阿根廷军事独裁者 加尔提里 在波利维亚 血迹斑斑的苏亚雷斯等 都是美洲学校的 优秀毕业生 在2002年4月发生的 韦雷雷拉政变当中 参与此次政变的 陆军总司令 巴斯克斯等军方领导人 都曾经在美洲军事学院 学习过 因此 美洲学校被拉美各国 称之为是 政变者培训基地 和独裁者的摇篮 这些人受训回国之后 往往和美国情报机构 保持联系 一旦这些国家 出现不利于 美国利益的政府 这批人会在美国的支持 和怂恿之下 发动军事政变 并且建立亲美政权 对于美国在拉丁美洲的 强势影响力 拉美各国对美国的回应 有着很大区别 例如2012年 智利 墨西哥 秘鲁 和哥伦比亚四国总统 签署了 拉美太平洋联盟框架协议 而这些成员国被认为 是白宫在拉美地区的 战略盟友 而美国也投之以逃 报之以礼 通过夸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把墨西哥 秘鲁 智利等国 纳入了太平洋经济体系 甚至在1994年 墨西哥金融危机中 美国慷慨解囊 以500亿美元 帮助墨西哥摆脱危局 有听话的就有不听话的 而对于不听话的 美国往往以动粗来解决问题 为了达到控制拉美的目的 美国往往不择手段 智利的军事政变 对古巴的经济制裁 对巴拿马的军事干预 尼加拉瓜的颠覆活动 招来拉美很多国家 日益高涨的反美情绪 近年来 美洲地区排除 美国的新兴组织不断涌现 美洲玻利瓦尔联盟 南美洲国家联盟 拉共体等拉美地区 一体化组织 都表现出与美国 分厅抗礼的政治倾向 其中 由委内瑞拉前总统查维斯 在2001年提出 2004年在古巴首都哈瓦那 成立的美洲玻利瓦尔联盟 就是一个针对美国 而成立的国家联盟 目前有8个成员国 2012年 该组织成员国一致决定 将美国国际开发署驱逐出境 因为多年以来 该机构花费大量资金 用于支持反对 拉美左派政府的 持不同政见组织 据西班牙媒体报道 美国国务院 在一份报告中承认 仅在2012年财政年 就分配给 包括美国国际开发署 在内的三个国家机构 2000万美元 这些资金全部用于支持 古巴的持不同政见者 目前美国没有在 古巴 委内瑞拉 玻利维亚三国派驻大使 这三个国家 也是拉美地区 反美力量的核心 去年沸沸扬扬的 棱禁门事件中 委内瑞拉 尼加拉瓜 玻利维亚三国先后表示 愿意向斯洛登 提供政治庇护 随着世界经济增长中心 由欧美向亚太转移 拉美对外贸易格局 也悄然发生变化 亚洲占拉美对外贸易的 比重显著上升 尽管美国还能够保持 拉美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 但是优势地位 却不断下降 据联合国拉美经委会预测 2010年到2020年 美国占拉美对外出口比重 将有60%下降到33% 美国占拉美进口比重 将有50%下降到26% 值得注意的是 巴西作为拉美地区 最大国家和全球新兴大国 对美国在南美的影响力 构成了新的挑战 尽管巴西被美国视为 是对拉美外交的重点 但是美巴关系 在奥巴马时期发展 却并不顺利 去年10月 棱进门监控丑闻曝光 巴总统罗塞福的 个人电子邮件和电话 遭到了美国窃听的消息 令巴西国内非常愤怒 罗塞福随即取消访美 美巴关系再次遭遇波折 一些分析师认为 巴西总统这一次取消访问 最受伤的莫过于 美国的军工企业 美方原本打算 借这一次访问 促成巴西从美国波音公司 购买多架F18战机 美方已经就这一合同 和巴西方面谈判多年 同时面临来自欧洲的强劲竞争 多名巴西官员已经放话 巴方不可能从无法信任的国家 购买具有战略意义的军事装备 美国智库欧亚集团指出 巴西与美国的保持距离 在拉美具有示范效应 其他拉美国家 或将纷纷降低对美国的依赖 出于这种担心 美国副总统拜登 在世界杯期间也造访巴西 借看球之名修复美巴关系 除了放低身段的讲和 奥巴马也谋求改变 对拉美的旧有外交模式 去年11月18号 美国国务卿克里宣布 支配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 近200年的门罗主义政策 已经终结 去年11月18日 美国国务卿克里宣布 支配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 近200年的门罗主义政策 已经终结了 但是实际上 他在去年年初 才发表了西半球 是我们的后院这样的言论 这两者是否自相矛盾的 我认识的许多拉美论 都跟我讲 时代已经变了 我们拉美不再是美国的后院了 那么现在我们要讨论的问题 就是说 克里宣布卿说 说门罗主义一曲不符反乱 说这句话到现在 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 我们看不出来 美国的对拉美的政策 有什么变化 所以他在那说 我们在那听 言讯是不是一致 这个也是好好拉美而已 我想补充一点 就是美国对拉美的政策 确实有两面性 那么他对推行拉美政策的 这个过程当中 也受到了很多的牵制 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就是美国国内的新移民 美国国内的新移民 相当一部分是来自于 拉丁美洲的 拉美移民 这些拉丁语系的 拉美裔的移民 现在在美国 它的影响力非常大 而且数量在中间增长 几年前曾经有人统计过 就是说如果照目前 这个拉美人移入美国的这个速度 算下去 在50年之内 西班牙语将成为美国的第一大语言 那么因此的奥巴马呢 又是这个民主党的总统 奥巴马他的选民 这个基础的选民 基本上都是这个新移民 和中下层的这个老百姓 那么因此呢 这个美国政府 我相信今后包括共和党的 这些总统参选人和候选人 他如果要真正的来 这个想赢得大选的话 他肯定还要进一步的倾听 这些拉美裔选民的这个声音 拉美裔的选民 跟这个拉美国家 也有着千丝万里的联系 因此呢 我觉得这会成为今后 他如何设计推行 新的拉美政策的 一个重要的考虑 那斯洛德事件 严重影响了美国 和拉美国家的关系 去年巴西总统罗塞夫 就因此而取消了访美 那近期美国副总统拜登 也借世界杯的机会 访问巴西来缓和关系 巴西是拉美最大的国家 那美国是怎么来定位 和处理巴西的关系的 巴西的现总统罗塞夫 和前总统罗拉 都是属于劳工党的 劳工党被看作 是一个左翼政党 左翼 左派的一个特征之一 就是反美 所以前几年美国说 说你巴西人 到我们美国来访问 你得申请签证的时候 你得摁指印 罗拉总统说可以 你到我巴西来 你也得摁手指印 所以说罗拉总统一号 罗塞夫总统一号 在反美这方面 尽管他们做的 没有像委内娜前总统 这个查维斯那么强烈 但是巴西确实 在某些问题上 也是持反美立场的 巴西跟欧盟已经开始联合 要铺一条光纜 就是欧洲与巴西之间 绕开你美国 这样的话 你美国你要再偷听 再监视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在这一点 很值得其他国家放下 我非常重视拉美地区的 软实力的建设 比如说加哥子弟计划 包括军事人才的培养 这样做目的是什么 而且有没有达到 他们想要预期的一个效果 我觉得美国在推行 它的软实力和价值观方面 应该说是 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它所有的宣传 都是要围绕它的价值观 对它有利的地方 就在于 它可以把价值观和政策 分离开来 就是说 你可以不喜欢我的政策 你可以不认同我的政策 但是你不得不认同 我的价值观 我所代表的民主和自由等等 美国在这方面 做得非常高潮 因此我觉得它在南美 虽然有很强的反美的势力 但是它在南美洲的影响力 乃至全世界的影响力 依然还是非常强大的 这就是它软实力的 今年1月 包括拉美和加勒比 33个国家在内的拉共体 第二届首脑会议 通过了关于支持建立 中国拉共体论坛的特别声明 而这一次习近平主席 访问拉美国家期间 其中的一项重要议题 就是推动这个论坛的建立 这一论坛是如何因缘而生的 为什么中拉之间 要搭建起这样的一座桥梁 我们请外交部亚洲司参赞 周景星带来他的第一手解读 中国拉共体论坛是建立在中拉 深厚友谊的基础上 自然而然被提出的 对拉美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 我感触很深 我曾经陪同一位领导人 访问特里尼达和多巴哥 在欢迎宴会上 东道主特多总理发表了 十分热情洋溢的讲话 他实在太热情了 以至于从头到尾一口气 把长达三页纸的致词念完了 完全忘记了中间需要停下来 但我还是比较忠实圆满的 把他的讲话从头到尾翻译了一遍 这位总理惊讶之余 笑着对我说 其实你不必从头到尾翻译 因为我讲话中的每一个字 每一句话都是 中拉人民有亿万岁 实际上中拉早在16世纪 就在太平洋上 开辟了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 进入新世纪 双方进一步认识到 中拉必须加强合作 成立中拉论坛 更标志着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 迈上新的历史性台阶 习近平访问巴西期间 将出席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领导人会晤 并在会晤上发表主旨讲话 全面阐述中国的拉美政策 此次会晤是中国和拉美领导人的 第一次集体会晤 有学者预计 双方在会晤中将宣布正式成立 中国拉共体论坛 并在适当的时机 召开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 拉共体并不是拉美地区 第一个国家联合组织 事实上 它比美洲国家组织出现晚了整整121年 而它和美洲国家组织的最大区别 就是拉共体排除了美国和加拿大两国 2011年12月2日至3日 拉美和加勒比全部33个独立国家的领导人和代表 在委内瑞拉加拉加斯举行会议 宣告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正式成立 拉共体发展的目标就是实现本地区脱贫 向发达国家的行列迈进 可以说 拉共体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发展中国家组织 也反映出拉美国家和美国的公开决裂 试图发展独立外交的决心和努力 而中国对与这一新兴国际组织的合作充满兴趣 近年年初 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分别致电拉共体上任轮值主席国 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和现任轮值主席国 哥斯达利加总统钦奇利亚 对拉共体在古巴成功举行第二届峰会 并通过关于支持建立中国拉共体论坛的特别声明 表示祝贺和赞赏 外交部最后表示 中方将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合作 争取年内正式成立中国拉共体论坛 并举行首届部长级会议 拉共体本身就被西方视为是 美国主导的美洲国家组织的替代品 拉共体和中国走近可能引发美国的高度关注 去年5月31号 国家主席习近平开启第一轮拉美之行 同一天结束拉美三国访问的美国副总统拜登 也恰好离开巴西 而此前的5月初 奥巴马出访墨西哥和哥斯达利加两国 而这两国正巧是习近平即将要到访的国家 这被美国媒体称作是中美领导人 被靠背式的前后脚访问 美国佛罗里达州一家电台这样也与奥巴马说 美国总统终于重新重视拉美了 或许只有一个词能够总结 为什么华盛顿突然对该地区兴趣大增 那就是中国 而美国商业周刊以竞争式访问的标题 表达了美国主流舆论 对中拉关系快速走进的担忧 美国舆论最为担心的 就是中国和拉美的接近 将削弱美国对拉美地区的影响力 使得其难以按照传统模式继续控制拉美 担忧北京共识可能会取代华盛顿共识 成为拉美国家争相效仿的国家发展模式 拉美在过去20年里面 曾经十分重视华盛顿共识 也按照美国的要求 在私有化和市场化方面 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 但是并不成功 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 促使一些拉美国家 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经济和政治道路 掀起了就近年来 该地区经济停滞不前 进行自我反省的新浪潮 美国对此非常敏感 助理国务卿托马斯·湘农公开表示 我们希望中国能够尊重 拉美国家达成的广泛共识 即民主是这个地区 希望拥有并大力支持的国家制度 2004年加勒比岛国海地发生兵变 政局持续动荡 社会陷入混乱 发生大规模人道危机 中国响应联合国1542号决议 向海地派遣维和部队 应联合国请求 我国公安部维和警察防暴队 首批供125人 于同年的9月10月 先后抵达海地的首都泰子港 然而美国却高度敏感 中国维和警察的到来 认为中国军队进驻美洲大陆 开创了先例 其潜在影响十分深远 美国认为 中拉军事合作的密切 使得中国能够快速了解 美国的军事秘密 美国表示 其特种部队 已经将所有的战术技能 都传授给了委内瑞拉的特种部队 詹姆斯敦基金会的菲舍尔教授说 显而易见的是 委内瑞拉特种部队教官 这种被放大的担忧情绪 甚至把矛头指向了 在巴拿马投资的香港商人李嘉诚 1997年 李嘉诚所控股集团通过国际竞标 获得了对巴拿马运河两端的 克里斯托瓦尔港和巴尔伯亚港 为期25年的特许经营权 美国媒体随即声称 李嘉诚和中国政府有着密切联系 美国对巴拿马运河的主导权不复存在了 美国曾经于1903年 与巴拿马签订条约 帮助巴拿马开凿运河 但是享有永久使用占领和控制的权利 1999年 巴拿马收回了运河管理权 美国军队随之撤走 曾经担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穆勒大放厥子 称美军撤出的巴拿马运河将落入中国人的手中 中国在需要的时候甚至会封锁运河 他还威严耸听地说 中国很有可能在巴拿马捕出导弹瞄准美国 美国《大西洋月刊》2005年6月号发表了一篇题为 我们应该如何与中国作战 另一场冷战的文章 宣扬中国与巴拿马经贸关系的发展和中国对巴拿马运河的使用 是想填补1999年美国撤出巴拿马运河之后留下的真空 是对美国安全的威胁 2005年 使用了91年的老运河 因为航道过于狭窄 不能够满足日益繁忙的通航需求 巴拿马政府计划拓宽这条国际航道 但整个工程预计将耗资100亿美元以上 巴拿马政府无力独自承担如此高傲的费用 李嘉诚的合计黄埔和巴拿马政府签订了10亿美元的合同 承担扩建运河港口的部分 而美国再度发出关切之声 美国总统布什更是亲自访问巴拿马 游说巴拿马政府要选择符合国际利益的国际投资者 布什到访巴拿马期间 巴拿马工会示威时发表声明称 巴拿马运河是巴拿马人的运河 不需要布什来决定中国人是否可以参加运河的拓宽工程 巴拿马总统托里霍斯在回答布什的时候态度坚定 他否认了一部分美国政客所谓的 中国是对巴拿马运河的威胁的说法 认为不应该有人因香港公司投资而心存疑虑 他说在巴拿马经营管理港口的并不是中国政府 而是香港投资商 巴拿马欢迎一切真诚的投资 巴拿马总统也明确表示 运河在巴拿马人手中 香港公司经营运河两个港口 不会构成任何威胁 2005年中国与委内瑞拉签署了五项能源合作协议 中石油与委内瑞拉南美石油公司 共同成立一家合资企业 共同开发委内瑞拉东部安索阿特吉州的14个油田 在中国和委内瑞拉进行能源合作的过程中 美国曾经进行阻挠 其外交系统驻拉美的机构全面动员 监控中委合作的进展情况 美国国内的能源部等部门也积极活动 通过与委内瑞拉有生意往来的美国石油商人了解情况 事实上 美国对中国的进入明显有一些启人忧天 在委内瑞拉 目前每天向中国出口的石油仅有15万桶 只占中国原油进口总额的2.3% 远远低于安哥拉的18% 沙特的16%和伊朗的12%的比例 而委内瑞拉300万桶石油日产量的大约一半 都出口给了美国 相对于美国某些人士的片面担忧 美国学界对中拉走进的看法则更为多元和理性 美国战略学者彼得·哈吉姆在外交杂志上撰文称 华盛顿希望看到他的邻居发展成为 实行法治的稳定民主繁荣的贸易伙伴 中国却把拉美看作是一个原材料来源地 一个制成品市场 一个力量投送平台 中美的诉求并不一样 不存在非此即彼的零和 习近平即将出席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领导人会晤 此前的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表示 争取年内正式成立中国拉共体论坛 并且举行首届部长级会议 中国为什么会跟这样的一个组织这么快地走进 搞这个论坛 已经成为中国外交的一个特色 这样的论坛的话 我觉得可以有两个最大的好处 一 提升中国的形象 提升中国的软势力 这个不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这个能力 把这么多的国家的领导人或者政府高官 叫到一个地方来举办论坛的 第二点可以节省大量的外交资源 这个我们国家领导人每年出访的时间有限 每次出访只能看出访那么三五个国家 而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国家 我们都要去参观访问 进行国事访问 这个做不到 而且有这么多的国家的领导人希望到中国来访问 有些国家领导人甚至希望长来年年都能来走一走 这个不可能 我们接待任务很重 那么我们利用论坛这样一种形式 可以在一个会议室里边 与几十个国家的领导人来讨论一下双边合作的事宜 这个是一种非常巧妙智慧的一个发明 因为它成一个论坛 它就会变成说不管有没有邦交 你都可以来参加 就表示说中国的一个大国式外交 它是一个雍容大度的 不管你有没有邦交 我都关心你 大家一起谈这些问题 那么33个国家中间有12个国家 与我没有外交关系 我们怎么来应对这个12个国家 这也是我们外交部门需要考虑的一个方式 习近平主席在年初的时候 以时间都去哪了 感叹自己的时间都被工作占去了 翻看日历 在摊开地图 不难发现 自去年3月当选国家主席以来 习近平外访行程已经遍布了五大洲 四年初访的习近平 正为中国外交勾勒出 愈发清晰的全球外交格局 那么中国的全球外交思想 发端何处 如何传承又该如何发展 事实上 结识新朋友不忘老朋友 已经成为习近平鲜明的个人标签 早在2012年 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出访美国 他满满当当的行程当中 有一个不起眼的小镇 马斯克亭 这里是习近平27年前 还是河北正定县县委书记时的 访美考察地 当年他住在小镇居民 德沃夏克家中 习近平重回小镇之后 和美国老朋友相约查续 据透露 这个行程是习近平自己提出来的 有分析指出 习近平履行以来 加强对非洲拉丁美洲的出访力度 与其不忘老朋友的个人标签 不谋而合 去年三月 习近平作为国家主席的首次出访 就选择了俄罗斯 坦桑尼亚 南非和刚果四个 堪比中国老有的国家 非洲国家更是占了三席 访飞期间 习近平发表了题为 永远做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的演讲 表示 无论中国发展到哪一步 中国永远都把非洲国家 当作自己的患难之教 这不禁让人想起一个熟悉的词汇 亚非拉 亚非拉特指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 与我国极为友好的第三世界国家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亚洲 非洲 拉丁美洲 原殖民地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 风起云涌 当时 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 对这些争取民族解放的国家 给予了政治上的权力支持 在道义支持和精神鼓励的同时 中国也以无偿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的方式 支持亚非拉国家 以1965年为例 中国对亚非拉三大洲的 23个国家和地区的革命大力援助 其中 拉丁美洲以12个国家高居榜首 无私的援助换来了亚非拉国家 对中国的鼎立支持 1971年 中国在亚非拉新兴民族国家的支持下 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这是中国摆脱外交困境的重要标志 同时 在国际社会 中国也经常以发展中国家 代言人的身份 代表第三世界国家和西方发达国家 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因此 在亚非拉国家中 我国有着极高的声望 当年中国传统的友谊外交 还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 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 如何重新定义和亚非拉国家的关系 成为中国新一阶段外交的新课题 今年2月 一组漫画 习主席的时间都去哪了 成为舆论焦点 这是媒体首次发布习近平的漫画形象 漫画中 穿着灰色夹克和蓝色裤子的习主席说 我个人的时间都去哪了 当然都是被工作占据了 自去年3月 当选国家主席 仅一年多的时间里 习近平出国访问形成 遍布五大洲的21个国家 伴随全方位外交 中国外交话语中的伙伴关系 也不断增多 人民日报1998年4月份刊文称 大国间关系可以归纳为三种基本模式 即伙伴关系 结盟关系 非结盟 非伙伴关系 中国伙伴关系是相互尊重 求同存异 合作共赢的关系 这张新一届政府的伙伴地图里 从南到北 从东到西 有50多个和中国存在各类伙伴关系的国家 去年10月 习近平访问马来西亚印尼两国期间 中印尼关系 中马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今年3月 习近平访德期间 又把中德关系提升为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 据媒体报道 全球共有54个国家 中主要分为伙伴关系 全面伙伴关系 合作伙伴关系 战略伙伴关系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等 这些表述有着不同的含义 全面合作多指经济领域的各方面合作 战略合作 意为共同讨论世界经济问题 在军事和战略方面进行合作 并在国际舞台上展开合作 战略协作 只除战略合作的内容之外 双方还在军事技术等方面协作互助 全面战略伙伴 媒体普遍认为 中俄之间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是两国关系的较高层次 同样 中国和巴基斯坦之间的 更加紧密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也是两国友好关系的体现 伙伴关系并非一拍即合 也不可能一成不变 1998年 中国与日本曾经提出建立 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 友好合作伙伴关系 此后 中日外交经历一系列波折 日本明确不被列入 中国外交的伙伴序列 凑巧的是 这个被排除在伙伴关系之外的日本 其外交步伐却和中国高度吻合 据报道 习近平结束拉美之行的两天之后 也就是本月27号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展开拉美五国行 日本经济新闻报道称 安倍远设这些过去首脑外交 很少去的国家 意在推行他的地球一外交 和所谓的积极和平主义 而分析人士称 安倍行程上的精心安排 是为了对冲不断施展全球影响力的 中国全方位外交 立了各种伙伴关系 书里之后发现 其名称主要分为伙伴关系 全面伙伴关系 合作伙伴关系 战略伙伴关系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等 这些表述有着不同的含义 全面合作多指经济领域的各方面合作 战略合作 意为共同讨论世界经济问题 在军事和战略方面进行合作 并在国际舞台上展开合作 战略协作 只除战略合作的内容之外 双方还在军事技术等方面协作互助 全面战略伙伴 旨在宏观战略等各个方面展开合作 其合作的深度和广度 在原有基础上得到进一步提升 媒体普遍认为 中俄之间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是两国关系的较高层次 同样 中国和巴基斯坦之间的 更加紧密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也是两国友好关系的体现 伙伴关系并非一拍即合 也不可能一成不变 1998年 中国与日本曾经提出建立 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 友好合作伙伴关系 此后 中日外交经历一系列波折 日本明确不被列入 中国外交的伙伴序列 凑巧的是 这个被排除在伙伴关系之外的日本 其外交步伐却和中国高度吻合 据报道 习近平结束拉美之行的两天之后 也就是本月27号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展开拉美五国行 日本经济新闻报道称 安倍远设这些过去首脑外交 很少去的国家 意在推行他的地球一外交 和所谓的积极和平主义 而分析人士称 安倍行程上的精心安排 是为了对冲不断施展全球影响力的 中国全方位外交 有一种说法是全球外交 全球利益之上的 美国因为有着世界霸权的利益 所以要全球无处步美国 那么中国目前全球贸易的实际 是否促进了全球外交战略的完善呢 蔡谢 外交必须为经济服务 这个是任何一国家都是这么做的 中国的国际经济地位的上升 必须要有相应配套的 外交实力的增长 我觉得最近几年 中国政府所做的一切都是使得 对外经济关系更好的现前发展 同时要有坚强的外交实力来做支撑 那我们中国建立的全球外交的具体方式 跟美国有什么一统 因为这个时候美国它有一个情形 它是以自己国家利益为考量 那中国的话是以一个彼此友谊 为一个考量 所以我们可以很明显地讲 就是像邓小平讲的 但一个不结盟就 笑容更近白 黑人超白竹炭 身杰牙膏 秀法日渐损伤 你需要沙龙及护理 全新私孕 深藏修护系列 含修护脚蛋白 层层修护发丝 加倍强韧柔亮 超值体验 触手可得 私孕 经四十年亚洲沙龙经验 北纬五十一度 阳光恩赐的地涅薄河畔 生长着充满阳光能量的太阳花 孕育出 葵花一样的民族 它们阳光般的活力 传世绽放 金龙鱼 阳光葵花紫油 原料百分之百 欧洲进口 源自金龙鱼 地涅薄河畔 敖德萨工厂 一海家里 这么多油在身上啊 就这油 跟我洗半天呢 试试太字 洗衣液 不行吧 取我很慢 给我一分钟 这么点就够了吗 洗衣液也可以洗得这么干净 一分钟起下 太字结尽就一步 Five 无糖口香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